美驻华使馆拍卖财物,网友、垃圾都拿出来卖 近日,一张美国驻华使馆拍卖财物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有不少揣测称这是中美脱钩的前兆 美国驻华使馆官网也发布了本次拍卖的相关信息 根据官方提供的介绍链接 本次拍卖物品包括家具、电器及其他有破损物品 该介绍还表示 美国使馆对拍卖产品的质量和状态不做保证 据笔者查阅 位于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拍卖馆内二手物品并不少见 不少地方的美国使馆还会采取线赏 线下多渠道的形式组织拍卖 2018年,英国卫报就曾发文吐槽过美国使馆的拍卖活动 报道提到 在美国驻乌克兰、亚美尼亚和英国等国使馆的拍卖会上 拍卖的东西包括沾有污渍的地毯、坏掉的吸尘器 还有一个名为Theirmocomer却查不到是什么东西的商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